好,小朋友這節課我們要來上國語喔 那我們先把上次聲字 聽到一半沒有聲音的聲字把它補上 好,我們先看到田囉 田 田是乾布 去掉這個布手,左邊這個布件是舌頭的蛇 好啦,我們用筆劃來練習寫一次喔 橫,橫,樹,樹,橫折 橫,橫,樹,樹,橫,橫 好,接下來我們看到 汁 如果我們把水布換成人布就會變成什麼的神 好,我們用筆劃練習寫一次喔 點,點,腳,橫,樹 好,小朋友記得左右兩個布件不要離得太遠 它是一個字要把它們寫在一起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早晨的塵 塵 好,塵是日布 日布 那早晨跟太陽有關係 所以它是日布 我們練習寫一次這個字的筆劃喔 樹,橫折,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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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� 好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一刻 我们要讲语词的后半部 我们看到课本110页 第五段 看守 看守就是管理的意思 那他负责看管这个地方的安全 好我们看到例句哦 管理员负责看守大楼出入口 维护住户安全 好 接着看到下一个语词是主人 好 主人就是指财务或是权利的支配者 好 比如说 这只宠物的主人 要负责带这只宠物去打疫苗 好 那这个责任呢 这个照顾的责任就会在这个主人身上 好 因为主人拥有这一只宠物的管理权 还有 他是一个拥有者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语词 下一个语词我们看到往 好 往是什么意思呢 往是向什么地方 比如说往什么地方 往什么方向 所以他是向着什么 方向 好 所以往它可以替换成方向的向 我把项写在这里 小朋友记得要做助记哦 提醒自己这个语词的意思 好 接着我们看到下一个字是新鲜 新鲜呢 新鲜呢 是指形容食物很鲜美 还没有变质 好 什么情况下会变质啊 比如说牛奶放在常温 很久很久 那个牛奶上面就会浮出一层变质的物质哦 所以食物要保持新鲜的话 就要放在冰箱或是阴凉处 如果在太阳底下晒呢 就容易会变质 就不新鲜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甜美 甜美就是甘甜味美 现在正值是荔枝的季节 对不对 夏天我们会吃荔枝 那我们看到荔枝 荔枝的味道甜美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 接下来我们看到甜美多汁 多汁是什么意思啊 就指富含水分 好 比如说这里荔枝我们看到 果农看着树上一棵 饱满多汁的水蜜桃 心满意足极了 好 除了水蜜桃或是饱满多汁 你们有没有想到 什么水果也会饱满多汁呢 好 应该很多水果都会饱满多汁 对不对 那有饱满多汁的水果 才会是甜美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段 早晨是指早上 那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语词 可以做替换叫做黎明 我们看到这里 黎明也是指早晨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原来 还是我原来的房间 原来就是指本来或是刚开始的时候 好 例如说 教室重新布置后 比原来的舒适多了 好 所以 布置后呢 跟原来比 它是两个状态相比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语词 一间可以让我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就是指 不受任何拘束 随心所欲的状态 好 比如说例句 这阵子我闲来无事 每天看书听乐 过得自由自在 小朋友你们停课在家 时间非常的自由 你们应该过得非常的自由自在 可是时间要确实好好的安排 才不会虚度的这些时间哦 好 那我们今天国语就讲到这里 今天要把语词好好的复习哦 我们下次见